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有什么生活上的困苦和不觉的地方 欢迎给我们留言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变得更好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想过上富贵的生活 只要自己勤奋努力 发一笔小财很容易 相比起富 贵更难做到 真正的贵气并不是靠财富堆积的 而是一种极高的为人处世智慧 究竟如何才能拥有贵气呢 洪一大师曾经分享过两点 勤俭则身贵 行善则心贵 一个人很富裕 但依然坚持勤俭的习惯 这才能衬托出身份的高贵 一个人就算很贫寒 但依然坚持做善事 这才能反映出内心的高贵 如果一个人出现这两个祥照 往往预示着贵气即将来临 勤俭则身贵 我们的老祖宗说过 俭德之贡也 奢恶之大也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就是 如果一个人很节俭的话 他的品德也会随着提升 如果一个人生活得过于奢侈的话 就跟作恶没有什么区别了 正所谓由减入奢依 由奢入减难 奢侈的生活看上去是让人羡慕的 但是在短暂的狂欢后 带来的就是挣着空虚 会折损自己的福报 影响自己的运势 富不过三代的原因 大概也是如此 子孙交涉而导致家族衰败 如果能教导子孙 也养成勤俭的好习惯 整个家庭日积越累 生活也会越来越富裕 家中必然也会有贵气 河南省拱义市有一个康氏家族 人称康百万 因慈禧太后的封赐而名扬天下 康氏家族历史悠久 十二代子孙竟然都是达官贵人 整个大家族的辉煌并不是来自风水 而是一副对联 治愈光潜为是读书教子 心存育后莫如勤俭持家 每一代的康家长辈都会把勤俭看作重重之重 唯有勤才会有幸福生活 唯有俭才能守住幸福 勤俭不是小气 而是一种做人的品德 一种生活态度 当一个人保持勤俭的习惯时 人生自然会走上坡路 贵起也会不倾自来 行善则心贵 佛说 人贵在善 积善行德 方为贵 心存善念 多做善事 内心自然会高贵 人生也会变得越来越好 《西游记》中 大圣拜师唐僧后 我们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千里行善 善有不足 一日行恶 恶自有余 虽然唐僧在西行的路上 被各种妖怪蹂躏了千百遍 尤其是三大白骨精那一部分 我们可能会骂唐长老糊涂 为孙悟空叫躯 但是唐僧真的被白骨精蒙蔽了吗 其实未必 在孙悟空三大白骨精之后 他明知荒山野岭 一般人不要进去 依然愿意去救下红孩儿和老鼠精 到后来我才明白 有一种选择叫善良 在唐僧看来 只要没有遭受迫害 即使对方是妖 依然要心存善念 这便是唐僧的高贵之处 人这一生难免会遇到欺骗 背叛 猜忌 敌对 别人的恶不能成为自己不行善的理由 爱行善的人每天不愧于行 无愧于心 吃得香 睡得好 受到周围人的爱戴 心情好 身体也好 贵气定会由内而外散发出来 古人的观念是将富与贵分开的 现在的土豪在古人眼中是富而不是贵 人骨子里的贵气是金钱买不到的 是内心涵养的体现 只要时刻保持勤俭 行善的习惯 便是贵气来临的征兆 有一个也是好事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